亲爱的各位同学,大家好 下面我们来学习第三册的第三十五课了 就是Lesson 35 Justice was done 正义得到了伸张 那么像往常一样 咱们还是先来看一看这颗书的生词和短语 首先请打开书到一百六十二页 一百六十二页 咱们来看一下这颗书的new words and expressions 生词和短语 Now, read after me Justice, justice Court, court Law, law Innocence, innocence Entertake, undertake Arduous, arduous Abstract, abstract Concept, concept Concept Meet out Meet out Interference Interference Accord Accord Premises Premises Convert Convert Dis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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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eplace Fireplace Muffle Muffle Chip Chip Blacken Emerge Emerge 好了,这是这颗书的生词和短语 那么像往常一样,咱们先来看看其中的一些重点词 先看第一个比较重点的词汇 就是这个正义,公正,或者表示司法,审判都可以 但注意,这个词是一个不可以数的名词 不可数 跟老师大声再读一遍 Justice 再来一遍 Justice 正义,公正 或者有的时候翻译成司法或审判 但注意,是抽象词,不可数 那么这个词的重点,我们记一些固定搭配 把一些固定搭配记住 这个词就立刻活起来了 尤其是下列几个搭配 比方说,Children have a strong sense of justice 孩子们儿童有一种强烈的正义感 首先,这个黄言词的短语叫 Sense of justice翻译成正义感 但请注意,justice是不可数的 这个什么什么的感觉,用sense就好了 这是第一个搭配 同时,还有一个重要搭配 叫Justice has been done 或者Justice has been served 这个用两个东西都可以 常见的呢,用在完成时比较常见一些 这是固定的搭配 可以看似习语 就是翻译成正义得到了伸张 就是这个大坏蛋终于被绳之一把了 正义得到了伸张 Justice has been done 或者Justice has been served It was okay 两个搭配都可以 那么,你看在本文中出现了这么一个搭配 比如看本科书中 就是这个162页 第一行末尾到第三行 第一行末尾到第三行 We might say that justice has been done When a man's innocence or guilt has been proved beyond doubt 我们可能会说呢 正义得到了伸张 什么时候呢 就是当一个人 他的清白或者是有罪 被确定无疑的证明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 哦,这回终于这个家伙被绳之以法了 正义得到了伸张 就是我们出了一口恶气 可以用这个搭配 这是固定搭配 这个正义 Justice 固定搭配之一 另外还有一个用法 咱们的生活中用的特别多 顺便不妨给同时记住 就是这个 在12课 咱们曾经出现过的 就是讲在照相的时候 讲过这个搭配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就Do justice too 或者Do something or somebody's justice 什么意思呢 反映了什么什么的真实水平 这个东西反映出某人或某事物的真实水平 好像对他很公平 对他很公正 有这个意思 我们看看该怎么来翻译 He didn't do himself justice in the exams 因为这个本身比喻是他 如果Do justice to him 这个比喻就太短了 所以比喻短的时候 可以把它放到中间来 什么意思呢 他在这次考 这些考试中怎么样呢 没有正常发挥自己的水平 就是他没有反映自己的真实水平 考试时呢 可能紧张了 发挥失常了 反映某人某物的真实水平 用这个搭配 同样的看下面这句话 The photograph does not do justice to The rich colors of the gardens 你看这个 后面的冰语就特别长了 The rich colors of the gardens 是比较长的一个名词短语 这个时候选用第二个搭配 就头重矫情了 所以这个时候用第一个搭配 Do justice to 究竟有哪一个 看冰语的长短就可以判断 怎么翻译呢 就这幅照片并没有反映出怎么样呢 这些花园里那些丰富多彩的颜色 就叉紫烟红的那些鲜花 绿草啊蓝天白云 可能这个照片的颜色比较暗淡 没有反映出这个花园的丰富多彩的颜色 没有反映出它的真实水平 这叫Do justice to 或Do什么什么justice 你就继承好像对什么什么很公平 这照片呢 对这花园可不公平 本来更好看 结果没有照得很漂亮 对吧 我们也可以说你这个 并不太上向 The photograph does not do you justice 就好了 对你好像不公平 这个搭配也可以 当然这里面Color 我们依然用的是美式拼写 英式拼写 那么OR或者OUR就好了 那么还有一个justice的重点搭配 就是将某人绳之以法 这个结构叫 Bring somebody to justice 字面意思 好像把某人带到了公正的审判里面去 我们知道这个justice 反正可以表示司法或者审判 但是表示这个意思 也是不可数名词 就将某人绳之以法了 被逮起来了 终于给他关起来判刑了 出了我们的恶气 对吧 我们看这个句子 The killers will be brought to justice 这些杀手一定会被绳之以法 将得到公正的审判 把某人带到了审判 司法审判里面去 这是固定搭配之一 非常非常重要 好我们最后还有一个比较常见搭配 顺便不妨记住 Justice has long arms 好像这个正义有着长长的胳膊 大家想想看相当于哪句中文呢 就类似中国人常说的 法网恢恢疏疏而不漏 任你逃到天涯海角 正义有长长的胳膊 一定抓住你 把你揪回来 法天网恢恢疏疏而不漏 可以用这个搭配 叫Justice has long arms 好 正义这个词 首先记住 正义公正 或者表示司法审判 它一定是不可数名词 再讲那边 另外记住 上面这些固定搭配 我们在生活中就会用了 好 这个重点词 跟老师就看到这 下面一个比较重点的词汇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court这个词 它的意思比较多 首先做名词是 它的最根本的意思 可以表示古代的这个朝廷 就国王或者皇帝 这个这个在上朝的时候 这个朝廷 由朝廷派升一下 可以指法庭 朝廷和法庭都是四四方方的 而且很严肃的地方 指法庭也可以 由法庭在派升一下 可以表示球场 一般是中号的比赛球场 像什么网球场啊 什么排球场啊 篮球场啊 用这个court 因为它都是四四方方的场地嘛 这好理解 然后动词呢 可以表示讨好 追求 或者甚至表示招致 你看在朝廷上呢 可以这么联想 我们去讨好这个国王君主嘛 要拍国王的马屁嘛 那么追求呢 派升一就可别是追求某人某事物了 讨好嘛 跟追求类似 什么一个男人追求个女孩子 用它也可以 你要讨好追求 如果追求到了 不就有这结果了吗 所以叫招致导致 用它也可以 那么我们这个 看一看这几个意思 一些例子 我们顺便把这个意思 把它穿下来 第一个 先看个朝廷这个含义 我们顺便可以记住一个谚语 这句话怎么说呢 他说 a friend in court is better than a penny in purse 你发现传来的谚语 一般是押韵的 你看这个 court和purse 后面是押韵的 什么意思呢 这个court在这 就发现朝廷了 就朝廷里的一个朋友 比这个 钱包里的一个 penny一个辨识 要更好一些 这个purse 就是这把钱袋来 盛钱的口袋 什么意思呢 就是朝中有有 胜于囊中有钱 别看你有几个臭钱 我在政府里有朋友 比你这个有钱更厉害 朝中有一个朋友 胜于你囊中有钱 这个意思 在这里面这个court 表示朝廷宫廷 这个意思 那么由朝廷宫廷上 我们可以顺便记住一些 跟他拼写类似的词汇 在朝廷上 必须得有礼节 你说你见皇上 翘干两腿 抽离恩 这不合适 那必须毕恭毕敬 皇上您好 皇上您吃了吗 客客气气的 所以我们这个礼节呢 这个礼节礼貌 讲礼貌 这个礼节 可以直接用这样一个名词 甚至它形容词 礼貌的 客气的 可以用它 我们先读一下礼貌 这个词 或者礼节 大声那边 courtesy courtesy 在朝廷上必须有礼节 同样的 有礼貌的 懂礼貌的 大家可能更喜欢用polite p-o-l-i-t-e 以后不妨用这个书面语了 我们大声词一下 courteous 讲礼貌的 懂礼节的 这是由这个 可以跟宫廷朝廷这个含义 同时记录 那么由它稍微派升一下 就可以派升出法庭 本文中的这个含义 因为朝廷和法庭 都是四方的场地 而且都是非常 庄严庄重的地方 由这个法庭 咱们又回忆在第一课生词中 我们讲过 这个courtes 打官司和私了这些表达 大家还记得吗 打官司直接可以说 go to court 就是到法庭那去 打官司 在这这个courtes 前面是不能加贯词的 因为如果加贯词呢 就到法庭 不知道干嘛去了 在这不加贯词 前的作用是打官司去 还有呢 settle something out of court 是什么意思呢 就私了了 在法庭之外解决谋事 就是我们两个人 不用降官府了 我赔你点钱就完了 两个人私了就完了 可以这么来说 好 这是指这个法庭 那么由法庭再稍微派生一下 那都是四四方方的地方 就派生出球场 比如说 a tennis court 就是我们常说的网球场 a basketball court 就是篮球场 我们球场 尤其中号的这个场地 一般用court这个词也可以 这是把名词几个意思 法庭 宫廷 法庭 球场把它串下来 那么做动词呢 我们说了 在宫廷上要讨好君主嘛 所以第一个做动词 也叫讨好 急无动损 some businessmen court only wealthy clients client就是顾客主顾 有些商人只去讨好 那些有钱的顾客 视了眼呗 大款 我们总是讨好他 那么这个穷人买东西 爱大不了的 这是讨好 可以用他 那稍微派生一下呢 就会发现他追求了 追求某人或某个东西都行 你比如说 John has been courting memory for three years 但用这个词表示讨好 比较正式的 这个约翰怎么样呢 追玛丽已经追了将近三年了 三年左右这个时间了 追求某人可以 追求某个东西也行 你看下面这个答案 叫court fame and gain 这个fame and gain 我们在可能在第21课 生词中记得 叫名和力 这个gain就获得的东西 fame是名声 咱们21课生词应该讲过 所以放在一块的追求名和力 就是我们中文中常说的 追名逐利 可以用它 这是追求嘛 如果追求到了这个结果了 就招致这个结果了 所以派生意 可表示导致 你看pride cause failure 骄傲会导致失败 表示导致这个也可以 好 这是我们看到 这个重点词和court 相关的几个意思 把它穿起来记住就好了 这个词我们跟老师 就看到这里 下面一个比较重点的词 我们复习在第11课 曾经讲过的清白无辜 或者派生意表示 尤其小孩子啊 什么什么天真无邪 但是注意表示这些含义 也都是不可数名词 是不可以数的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innocence innocence 但是注意不要把它读成innocence 好多中国人认为 是inner 不是inner 为什么呢 这里没有字母R 没有字母R 舌尖就不能勾回来 是inner inner 不是inner 在那边 innocence innocence 清白或者无辜 或者表示天真无邪 但都是不可数名词 咱们看一些历史 我们先回顾一下 在第11课讲过的 它的反应词 清白无辜 叫innocence 有罪 这个状态 也是可以当不可数名词来用 有罪或者反正内疚的这个情绪 可以用反应词在那边 guilt guilt 这两个词是完美的反应词 无辜 清白和有罪 可以同时计 那么我们看一个简单例子 It now remains for the jury to decide on the defendant's guilt or innocence 我说现在呢 这个可能双方 这个律师 这个在当庭辩护辩论都完了 现在呢 是留给什么呢 这个jury 我们在第一课讲过 是陪审团 陪审团去决定一下 这个defendant defendant就被告了 这个被告究竟是有罪 还是无辜 你注意guilt和innocence 两个名词单独使用 这两个词都是不可数的 一个叫有罪 一个叫清白无辜 可以用它 注意都是不可数的 那么它的派生意 就是天真无邪 我们看例子 Children lose their innocence as they grow older the grow older就变得更老的时候 就年纪长大了之后 小孩子呢 当他们长大之后 就懂得了那些人情世故 恐怕也沾染了 社会上那些油滑 世故的恶习 从而呢 就失去了他们的天真无邪 在这里不是清白无辜 小孩子长大之后 不见得都犯罪嘛 丧失了他们的天真无邪 注意innocence 也是不可数的 孩子长大之后 那个天真可爱的尽头 可能就慢慢没了 人情世故慢慢动了 好 那么我们再回顾一下 它的形容词形式 大家还记得吗 在十一课讲过 清白的无辜的 形容词更简单 但是一定得记住 借词搭配 我们加借词off 我们再读一下形容词 innocent innocent 这个搭配叫 be innocent of 叫没有犯某个罪 清白的 he is innocent of murder 这个人没有犯谋杀罪 他是无辜的 是清白的 反译词单是guilty 就是刚才guild 我们加个字母y就行了 在那边 guilty guilty 可以表示有罪的 或者内疚的 be guilty of 可以表示犯了某个罪 或因为某事内疚 he is guilty of murder 这个人犯有谋杀罪 就好了 好 innocent 这个词 我们看的是 重点是十一课 知识的一个复习 这个单词 我们学习到这里 下面一个 比较重点词汇 咱们来看一看 这个重要的动词 叫承担着手去做某事 或者另外一个派生意 就是承诺 承诺去做某事 我们大声在读下 entertake 注意中音在take 这个音节上 在那边 entertake 好 承担或着手去做 这个词比较出向 咱们看一看 精确的英文解释 它的第一个意思 是什么意思呢 to accept that you are responsible for a piece of work and start to do it 你看这个英文解释 特别清晰 就是承认呢 接受 你现在对一件工作 是负责的 这个工作 是我来负责 我应该做这个事 并且着手去做这个事情 就承担某项工作 并努力着手去做了 这叫entertake 去从事 去做某一个 这个任务或工作 这个entake呢 是一个急误动词 我们看一看常见搭配 我们经常可以用 entake a task 承担了这样一些任务 并开始去做了 entake a project 我们现在从事这么一个项目 接手过来并且去做了 entake research 我们现在开始做研究 这个研究 我们揽过来 并且我们努力去完成 但注意research 当然英国人一般都能够research 美英既可以够认为research 也可以重英潜移 多数美国人都是research 但是这个research 这个词啊 研究这个词呢 跟前面词不太一样 这个research 这个词一般多做不可数名词 比较常见一些 所以一般前面是不加a 或者one two 这样的词来修饰 它如果做可数名词呢 也一般指单独用在复数里面 researchers 就是researchers 后面加es 但这个词一般不用数量词修饰 它要么是不可数 要么是净在复数 要么是research 要么是researchers 但是这个词一般它不用one two来修饰 所以在这直接就不加贯词了 或者entake a study 叫从事这么一项研究 这都是entake这个词呢 比较常见的搭配 我们看一些简单例子 比如说 university professors both teach and undertake research 刚才固定答配用到了 就是大学的那些教授呢 他们不但要教书 而且同时 也要从事一些科学研究 接手过来 然后同时努力去做这个事 从事研究 可以这么说 再比如说 the company has announced that it will undertake a full investigation into the accident 这个公司呢 现在宣布怎么样 它将这个从事或着手 去做一个全面的 对这次事故的调查 entake表示 这是我的责任 我接手这样的调查工作 并且现在努力致力去做 你看承担并努力去做 可以用它 这个investigation表示调查 对于什么的调查 注意后面借词加to 后面借词加into investigation into something 对于什么的调查 那么这个公司宣布 我们现在将接手 开始从事一下对于这个事故的 全面的调查工作 可以用它 这是第一个意思表示 承担某个事情并着手去做 但是它的第二个意思表示承诺 就是我承诺答应 类似于动词promise 这个时候 搭配就不一样了 直接后面加动词不定是to do and take to do something 记住 如果加to do 我们知道就像那promise to do 就是承诺答应去做模式 同样我们看一个例子 he undertook to pay the money back in six months 这个人承诺 怎么样 答应 在六个月之内 大概呢就 这个这个 要还这笔钱了 用六个月时间 六个月就能还这个钱 承诺答应 那么 and take to do 跟promise to do 是类似的 这个一般搭配可以替换 但是and take to do 显然比promise to do 要正式的多 那么同时看它的名词形式 名词形式也特别常见 就是 任务 工作 或者翻译成名词的promise 就是对模式的承诺了 但是它表示任务或者工作 就相当于什么task 或者work 但一般都强调重要 而且比较兼具的这么一个任务 我承诺吗 我要去做吗 它接手过来吗 所以派声音表示承诺 也可以 承诺的相当于名词的promise 我们通过一些例子来看一看 比如说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unnel is a large and complex undertaking 这个隧道啊 这个建造 这个修建工作 是一个巨大而且复杂的 这么一项工作 或者这么一个任务 你看entertaking 一般都是兼具的 而且比较繁重的 这个比较重大的 这么一个任务或工作 可以用它 这个句子里面 用的恰如气氛 隧道的这个修建 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 一个任务 或者这么一个工作 可以用它 那我们再看 在第42课里面 也出现这个词了 就是196月的第八行 到第九行 196月第八 到第九行 Such undertakings require the precise planning and foresight of military operations 这是表示 比较重大的任务或工作 在这里面是什么呢 就是洞穴探险 在本文中强调 非常危险 非常困难 而且比较重大的 对于他们来说 意义重大的这个工作 对吧 这种工作 或者这种任务 需要什么呢 需要精确的规划 并且还有军事行动 一样的远见 必须提前预测到 里面会碰到什么 碰到什么样的困难 来做好准备 entaking 还是表示重大 而且比较艰巨的 一个任务 一个工作 都可以 派生意呢 也可以表示promise 就是承诺 好 这是entaking这个词 那表示承诺的时候呢 我们再看一个重要搭配 做承诺 注意在这儿呢 我们promise 一般都跟什么 make搭配 make a promise 但entaking 表示承诺 一般都跟 动试 give搭配 可以把它背下来 give and taking 做出了一个承诺 同样看例子 the landlord gave a written and taking that repairs would be carried out before the end of the month landlord 就是房东 房东怎么样呢 做出了一个书面的承诺 什么承诺呢 就是这个修理工作呢 大概在这个月 月底之前 应该要开始来进行 就是房子里有东西坏了 我租你的房子里的修啊 房东承诺说 做出书面承诺 那么在月底之前 我们也开始这个修理工作 那么这个 做承诺 就give and taking 这个词 我们再回顾一下 and take 动词表示承担 或者并且着手去做一个事 派生意叫承诺 我们家动词不定是 and take to do 名词叫and taking 首先第一个词呢 表示重大而兼具的任务 派生意呢 就是名词 现在就是promise 搭配叫give and taking 就好了 好 这是我们看到这个重点词汇 它的动词和名词的搭配 我们把这个词 就跟老师学习到这儿 好 下面一个 我们来看一看的重点词 就是后面这个 艰苦的 费力的 这就是生活中 特别常见的形容词 跟老师大声来读一下 arduous arduous 一听这发音就比较费力 arduous 非常的费力 拖拖拉拉的 那我们再来一遍 arduous 艰苦的 或者费力的 这个词也是经常用在一些固定的一些搭配里面 我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我们经常说 arduous task arduous work 兼具的任务 艰苦的工作 经常用arduous来修饰这样的名词 我们看一些例子 the arduous task of loading all the boxes into the van the van就大棚车了 这个带棚的这么一个大车 那一般就类似带棚的大卡车这种了 那么这个艰巨的任务 什么任务呢 要把所有这些箱子 都装到这个大棚车里面去 这是一个艰苦的 非常费力的这么一个工作 可以用它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常见搭配 就是艰苦的旅行 arduous journey 或者arduous voyage 表示艰苦的旅行 或者艰苦的航行 路途遥远 跋山涉水 或者海上风浪特别大 要遭遇很多艰难困苦的 这种旅行 可以用它 我们可以大声读一下 arduous journey 艰苦的旅行 再来 arduous voyage 艰苦的航行 说明路途遥远 而且路上困难非常多 可以用它 同样我们可以看一个简单例子 an arduous journey through the mountains 穿越大山 翻山越岭的 一次艰苦的旅行 说明长途跋涉 路上困难非常之多 那么 总共在这些搭配里面 用arduous这个词 是特别贴切的 那这个词在生活中 和写作中 经常可以有些替换的词汇 我们还有哪些词可以替换它呢 我们先看一些简单 跟它类似的一个简单词汇 咱们可以用形容词 我们再读一下 tough tough 也是艰巨的艰苦的 以下 a tough game 以下一个艰苦的这个比赛 这game在这不是 game在这并不是游戏 比赛吗 在美国说 I love this game NBA的口号 我喜欢这种比赛 艰苦的比赛 双方 势均力敌 哎呀 这个难分伯仲 非常艰苦 a tough assignment 一个艰苦的这么一个任务 就安排的一个任务 可以这么说 a tough journey 跟arduous 类似一个艰苦的旅行 用它也可以 还有一个词 也比较正式 就是laborious 也是表示非常艰苦的 非常艰辛的 付出巨大的辛苦的 你可以跟劳动力 就是labor这个词 需要付出巨大劳力吗 所以labor 或我们叫ious 表示非常艰苦的艰辛的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注意注意后遗 laborious laborious 跟labor同时记就好了 keeping the garden tidy all year round can be a laborious task 你看刚才那个arduous 修饰这个task 确实可以替换 就是我一年到头 都要把这个花园子 保持很整洁 这确实可能是一个 非常艰苦的任务 要不停地修制检验 要什么除草 要什么去打扫等等等等 是一个艰苦的什么什么 laborious task 可以用它 我们这两次再读一下 tough laborious laborious 用它是可以的 攀登 登山非常陡峭 而且山特别高 费了很大力气 a strenuous walk 一个非常艰苦的步行 走了好像二三十公里 非常累 累得腿都快舍了 费力的 再比如说 his doctor advised him not to take any strenuous exercise 他的这个医生怎么样呢 建议他说呀 不要从事任何那些费力的 一些身体锻炼 你现在可以轻微活动 散步漫步一下可以 但是像什么 长跑啊 马拉松啊 什么引体向上啊 拔河呀 这种非常费力的身体锻炼 尽量避免 身体刚康复嘛 叫费力的 艰巨的艰辛的 我们再读一下 strenuous strenuous 可以用这个意思 我们在生活中的 根据ardious这个词呢 可以替换 好 这个重点词 我们老师就看到这里